香港新一切的特首选举已经尘埃落定 投票以及点票的过程顺利 全天收到两宗的投诉 涉及到票站的调查以及入场的安排 并没有发现违规的情况 选举主任已经宣布林郑月娥当选 泛民族派普遍对特首选举的结果感到失望 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进对记者说 因为我是支持一个比较可以团结香港营卧的特首 而曾俊华分明是做到这一点 公民党发声明指出民望竞争负数的林郑月娥 竟然反常的单选 逐渐小圈子选举制度的宽妙 公民党同时赋予民主派的支持者以及各界的市民 放下过去两个月的分歧团结一致 重新振作继续推动民主运动 坚守监察政府司政的本分 不过建制派选委方面就认为 林郑月娥当选是实至名归 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溃从 连同一批建制派的选委 祝贺林郑月娥当选新一届的贺手 我们期望林郑月娥女士在当选之后继续择线有往 她说他们期望林郑月娥在单选之后继续直上荣为 管纳贤人处主帮子提出实证方针解决问题 中田办祝贺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首 对于林郑月娥当选新一届的香港特首 有市民表示支持 认为她有办事的能力 对香港整体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但是也有支持曾俊华的市民感到失望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建华分析 相对曾俊华 林郑月娥在上任之后 一定会遇到泛民主派的反对 政府的施政不愧顺利 特首梁静英站在3月27号的上午 在行政长官办公室 窥见后任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两个人在窥面之后 将在9点半窥见传媒 自由亚洲电台 丁文琪在香港的报道